今天是我们就两个人 妈妈要去讲课是吗 嗯 所以我们去拍视频好不好 好 好 你用这个小视频 这个这个下去相机拍摄好吗 来 爸爸就用这个了 好吗 好 我坐 咕咕 你喜欢吗 对不起 ok 你再按一次 按那个小圈圈 好了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一个成功的男人 要么有钱 要么有名 要么有权利 对我来说 财富并不体现在将功上有几个零 而是体现在我们牵着手的时间长短 对我来说 成千上万个崇拜者 都比不过你那种仰慕我的眼神 对我来说 权利所带来的优越感 也比不上 甚至你所引发的成就感 一个成功的男人 其实是一个有时间的男人 有时间陪同心爱的人们 有时间见证孩子的生长 生了孩子之后 我不仅对成功的男人有着新的理解 也对真正的男人有了全新的解读 一个真正的男人 并不是一个实刻嫌得彪悍的人 而是一个懂得温柔善良的父亲和爱人 有个著名博主曾经说过 做个坏人是很容易的 但是做个好人是非常困难的 每天都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让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像羽毛上的水不流寒迹 有时候也需要张开自己的翅膀 给自己心爱的人遮风挡雨 经常有人问我 我对我女儿有什么样的期盼 我对她就两个期待 第一就是她要做一个温柔善良的人 第二就是希望她的童年回忆中 有爸爸的身影 花生好开心 哎呀 什么 你上去再来 voi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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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 coeur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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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稍稍 等一下 稍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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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玩吗?开心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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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